今天是我国进入行动管制令以来的第132天 虽然截至今天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 但是全国人民在抗疫期间 也别忘了预防常年威胁我国的骨痛热症 从6月初开始我国骨痛热症病例有增加的趋势 平均每周增加8% 因此卫生部劝告国人务必时常清理周围的环境 尽可能的消灭黑斑纹的繁殖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首5个月有46,938宗骨痛热症病例 相较起去年同期的53,187宗骨痛热症病例下降了11.2% 但是我国今年有82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 相比去年同期的81宗上升了1.2% 其中选拦的周是骨痛热症病例最严重的周数 达26,943宗 接着是吉隆坡以及部城有4,617宗 在我国相信骨痛热症这个名词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国常年面对着骨痛热症的威胁 重症者甚至会被夺走性命 那你对骨痛热症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如何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来减缓疫情 今天就带你来了解不可忽视的骨痛热症 骨痛热症的绿过性病毒能潜伏在人体内3至14天不等 患者通常会经历突发性的高烧 其变化复杂而又不明确的迹象和症状 例如呕吐、食欲不振、严重头痛、眼球后部疼痛、关节和肌肉疼痛等等 骨痛热症至今没有有效根治的治疗方法 医生通常只能减缓病人症状 患者必须多休息、多喝睡 听从医生的指示、适时不要 而传播骨痛热症的蚊子通常是在住家附近或屋内繁殖 凡是有积水的地方都是蚊子繁殖的温床 例如盒子、罐子、花盆还有缺陷的排水系统等 因此需要定期清理 与此同时 日常防蚊方法还包括可以选择有蚊帐或有冷气的房间 喷杀虫剂、杀除屋内的蚊子 以及喷洒含有二乙基的甲本案的驱虫剂 此外也要避免到骨痛热症病毒感染性高的危险区域 预防剩余治疗 防止黑斑蚊繁殖与遏制骨痛热症传播的工作 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就如大家携手阻断新冠肺炎感染链 让你我有个健康的生活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